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紫光温馨这么大 分别形容一下对方会怎么形容呢 我觉得温馨是一个很勇敢 然后且高冷的这样一个女孩 紫光是一个非常的善良细心 然后很体贴 喜欢对方的哪一点呢 我们俩就是最有默契的地方就是 吐槽 对 就是吐槽善良和温柔 对 非常有共同话题 对 如果两位身份互换一天的话 会想做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感受一下磁光的智商吧 嗯 我呢 我要是温馨一天的话 我就一直用磁光 用到的类似 有什么话想对姐姐姐夫说呢 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 百年好合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抬头不见低头见 是的 然后呢就是 对于小的时候年轻古董事的座位 就不要放在心上 我替温馨 我替温馨给你们两个道个歉啊 哈哈哈哈 樊哲欣杨与彤这么答 体验了一次苏子光和温馨的生活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女生最最美的时候还是比较自信的时候 男生也是 男生最帅的时候也是自信的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苏总也是最帅的时候也是最自信的时候 觉得苏子光和温馨这对CP线的科典是什么呢 可以说是博弈 就是强者之间的博弈 然后分前中后期吧 就还是前期 因为一些误会 然后中期呢 两个人开始算是互怼了 嗯 然后又利用啊什么的 到后面 知道彼此都是网友了之后 还对彼此有一些好感 嗯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两位的CP线 会是什么词呢 漫长的 哈哈哈哈 细水 因为因为你看对比来看 就是那个善良和温柔的话 他们两个就很快 进步对 他们的进度很快 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快 嗯 剧中两位也会涉及到吻戏 还记得当时拍摄时的情景吗 哎呦 当时那个情景太 哈哈 主要是微观群众太多了 太清晰了 就是我们在一个这个商场的门口 大门口 然后人流量最多 然后人流量最多的地方 然后所有人全都围着我们两个 然后拉了一排 已经 对拉了一排 这两人在干嘛 对这俩人在干嘛 然后我们很很慌 就是我们要干嘛 对我们要干嘛 啊 我们要拍本戏 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们 围了差不多都有 好多啊 好多人 一百多个人吧 嗯 你们俩一直在说 好多人啊 好多人 好多人啊 然后那边好像还有拍照的鼓掌的 对 你们觉得苏子光和温馨是什么时候对对方产生好感的 就是慢慢慢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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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他是温馨是一个非常后知后觉的人 然后他可能到最后可能自己心里有点喜欢了 他可能还比较嘴硬 就没有啊 怎么可能 肯定不会吧 还是这样 对 温馨现在还是这样 然后 我觉得可能最最先动心的是 我 对 应该是 对 他很有个性 然后我就萌发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慢慢慢慢跟接触也是一个过程 如果用一开始后来竟然是这样的句式来形容对方 会怎么形容呢 呃 一开始觉得 曲红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这样一个女孩 就是也是有高冷的一面吧 哈哈哈哈 就是也不太爱说话 嗯 嗯 然后后来呢发现 呃 他其实是有有有有一点受控 然后就是比较腼腆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小女孩 然后竟然竟然这么可爱 哈哈 还是 哈哈哈 一开始呢 嗯 范智欣 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腼腆的人 嗯 后来呢发现 其实 是一个 很 周二的人 然后没想到居然是一个 阳光打男孩 觉得对方和角色最像的一点是哪一点 我觉得苏子光他有的时候也也挺中二的 然后其实 虽然他表面看起来比较害羞腼腆 然后就是外形又是那种高冷 然后可能就是生人入境 但他绝对在最内心里还是有一团中二火的 对 在人超 嗯 最像的一点 其实你也挺执着的吧 嗯 对吧 嗯 嗯 雨童也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女孩 最终两位是欢喜严家 剧外是怎样的打开方式呢 相爱相杀 哈哈 就是 大凡老师他其实很像就是哥哥一样 因为还挺照 哎呀哎呀别别别 我比你小 哈哈哈 真的假的 你已经一年 99 99 你已经七月了 七月 七月 那我比 好 还好还好不然就是 我六月了 好 就是有就是 夏天很热啊 帮我帮我帮我当太阳啊 然后 就这种嘛 嗯 秀播恩爱 现场序和体摆三个造型并配纹 可以吧 二伯 官宣了 哈哈哈哈 对 然后 又官宣了 又官宣了 哈哈哈哈 再次官宣 再次官宣 三宣 三宣 哈哈哈哈